看到酒驾肇事再出现 就在清晨五点多钟 高雄街头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23岁理性男子酒驾 壮实的送羊奶的77岁杨姓老先生 而男子路往之后 酒车池高达0.37 最后被依照公共危险罪嫌 一送反反 清晨天色昏暗 救护车十万火急赶往现场 一台机车发生车祸横倒在路上 机车骑士倒在马路中央 一动也不动 救护人员上前检查伤势 但骑士头部遭到强烈撞击 早已失去生命迹象 死者是77岁杨姓老翁 一大清早送羊奶却碰上死亡车祸 当时撞击力道猛烈 肇事的轿车引擎盖掀起裂开 挡风玻璃碎裂 被撞的机车扭曲变形 几乎看不出原样 车上羊奶瓶罐破裂 羊奶撒了一地 老翁穿的鞋子也弹飞到路旁 惨不忍睹 接到二号老翁妻子红着眼眶 带女儿奔向殡仪馆 一家人家境并不富裕 老翁独自外出送羊奶养家 却混沌半路 再也回不了家 四小客车的驾驶 今天警方给他酒车 酒车值0.37 我们就依法给他逮捕 然后代款所侦办 死亡车祸发生在清晨五点半 23岁的理性驾驶 肇事后坦诚酒驾 被带回派出所制作笔录 他戴上安全帽 头低到不能再低 和朋友聚餐 一时贪杯 注下大错 被依照酒驾和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道